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根据法庭文件 教堂山北卡罗莱纳大学28日枪击案死者身份 证实为该校应用物理科学系副教授严兹杰 警察局长詹姆斯今天下午在记者会表示 34岁的中国博士生齐泰磊28日走进实验室 开枪射杀了他的指导老师 警方于案发一个半小时后 在齐泰磊的住处将他逮捕 警方尚未得知犯案的动机 齐泰磊今天下午首次出庭 他被控一级谋杀及非法持枪进入校园 两项罪名 法官裁定不得交保 若罪成至少会被判处终身监禁 最高可判处死刑 非法持枪进入校园最高判处24个月监禁 但地区检察官尼曼表示 他的竞选承诺之一是反对死刑 所以他的办公室将不会对齐泰磊求处死刑 此案的下一次听证日期定为9月18日 社区媒体平台 脸书母公司Meta 今年宣布已经删除了7700多个脸书账号 这些账号涉及中国一项大规模线上垃圾讯息行动 试图偷偷宣传中国并批评西方 根据Meta提出的威胁报告 中国这项被人称作垃圾讯息伪装的行动 活跃于50多个社群媒体平台和网络论坛 包括Meta旗下的脸书和Instagram 中国四届跳动公司推出的Titalk Google母公司Alphabet拥有的YouTube 以及就称Twitter的X Meta全球威胁情报事务主管尼默表示 我们估计这是我们所知 今日世界上范围最广产量最多的暗中影响力作战 又称认知作战行动 不过并未成功 尼默还说我们持续能够确认 这项垃圾讯息伪装行动 与中国执法单位有关联的个人挂钩 中国自然资源部昨天公布新版地图 纳入了台湾南海诸道 以及印中存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和阿克色青地区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基今天发表 声明称中方所为2023年标准地图 包含了印度领土 印度已经透过外交管道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 巴格基说印度否决中方这项毫无依据的深索 此种做法只会让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国民政部自2017年起已经对阿鲁纳查省境内许多地区进行了三波的重新命名 印度外交部则多次重申 中国自定创造地名的尝试不会改变作为阿鲁纳查省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事实 本周期南部地区再次遭到大范围热浪袭击 德州路易三纳州以及密西西比州等多州都发布了高温预警 压力三纳州收复凤凰城昨天的气温达到了摄氏46.6度 高温天气也给城市供水供电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密西西比州政府要求居民减少用水以缓解城市的供水压力 德州电力可靠性委员会昨天也在官网上发布公告 因为酷暑导致电力需求激增 预计电力储备将减少 呼吁企业与居民节约用电 国家气象局专家指出今年夏季这样的高温是前所未有 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极端高温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更多想起的报道请继续收看